前几天忍者放暑假的时候 苹果公司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 市值突破一万亿美金的公司 引发大家对比过去十年 美股和A股的走势 唏嘘不已 其实苹果股票能够节节高升 和美股能不断突破历史新高 有一个共同的原因 那就是美股有一位非常特殊的大买家 上市公司自己 让我们先科普一下 一般来说 上市公司的利润会用在发展新业务上 成熟的公司也会以股息的方式 定期分一小部分给投资人 除非你是苹果 钱多到没有什么东西好买 只能在公开市场上买自己的股票 然后烧掉 在公司账上现金减少 但是拖欠股东的股票数量也烧掉了 分摊到美股股票上的公司权益 或是平摊到美股的利润 也都随之增加 苹果从2012年至今 已经花了2000亿美金回购自己的股票 但是因为公司实在太赚钱 账上的现金居然从15年末的2600亿美金 上涨到了现在的2670亿美金 除去贷款负债 净现金水平也一直控制在1400到1600亿美金之间 不仅是苹果 在金融危机之后的10年 标普500公司一共花了42000亿美金 回购自己的股票 川普上任后 美国公司所得税从35%降至21% 标普500公司平均多出了一大把税后利润 很多公司选择和苹果一样 加速回购自己的股票 将减税的红利直接回馈给股民 2018年 这些公司已经批准了7540亿美金的回购计划 按照这个速度 全年标普500公司用来回购自己的股票开支 可以轻松突破1万亿美金大关 在美股价位处于历史高位 硅谷泡沫被人谈及的2018年 上市公司自己成为了稳定市场信心最大的买家 长线投资者需要明白的是 回购股票 特别是减税法案带来的回购浪潮 并不能增加公司的长期盈利水平 投资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 它更像是一笔突如其来的遗产 或许应该套现一部分出来 去完成一个小小的梦想 感谢收看忍者ATM 每周一条逆向思维的理财短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账号 at忍者ATM